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粉丝与流量助力 自己的淘宝店销量节节上升 近年双十一扩益成常态 网红具有巨大的商业能力已成为公认事实 这让广大品牌商看到了契机 在互联网流量枯竭的时代提高转化率 成为扩大销售额的重要方式 粉丝基于对网红的信任和喜爱 容易对其推荐的商品产生购买冲动 这正是威亚张大义成功的原因 商家与网红合作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想从事网红职业的人也越来越多 MCN机构也由此产生 由于网红手握大把流量 电商又是一门赚钱的生意 导致一些MCN机构不甘于只做导流角色 很多机构自己孵化IP做网红电商 但这种模式要比单纯为品牌方代货复杂更多 比如需要完善供应链 把控商品品质 另一方面除了经营模式 网红本身也存在大量不可控风险 由于影响力越来越大 口碑人设都成为影响大众做消费决策的因素 MCN需要跨越重重阻碍 才能在市场站稳脚跟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 打造一个大IP容易 但如何持续 打造大IP却很难 网红电商的苦与乐 风险越大受益越大 对于网红电商来说 十分适用 如涵就是其中的代表企业 虽然如涵的营收模式 分为全服务模式和平台模式两种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全服务模式网红电商都是如涵业绩的顶梁柱 2018财年 2019财年 2020财年 张大义名价店铺 对如涵总营收的贡献度 分别为52% 55%和58% 在该模式下 红人张大义带的是自家的货 甚至会参与产品设计 而如涵则要负责线上店铺运营 物流 售后等各个环节 如同京东平台的自营电商业务 发现并孵化红人 再为签约红人 开自营店变现 这是如涵在2019年前的重点经营方向 但这种较重的商业模式存在很大风险 尤其是供应链 以张大义的店铺为例 无欢喜的衣橱 经常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不仅是在历年 双十一销量破亿的时候 即便是平常上新 商品页面也经常会提示 45天内发货 由于超长的发货期 在张大义的微博评论区中 时常能看到粉丝的抱怨 而在整个实体经济中 供应链的履约能力越强 留给买家退单的机会就越少 毛利才能得到提升 但如果现货做得太多 店铺又要面临商品积压的问题 不仅是不是类网红电商 食品类网红电商同样面临巨大风险 另一方面 平台模式赚取的利润更大 根据财经图压报道 专注为第三方品牌服务的利润更高 其毛利率可以达到60%以上 扣除孵化核心的签约团队 孵化团队 内容制作 以及BD团队招商团队 所有的人工成本 经营利润率在30%以上 而自营模式有存货成本 还需要支付网红服务费 毛利率在30%至40%之间 经营利润率在5%至10左右 而且这种模式 不用考虑库存积压等供应链方面的问题 以上的不利因素 可为品牌商代言的有利因素 促使如涵 将重新转向平台模式 2017年如涵正式开启该业务 并在2019年 被如涵确立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当年如涵CEO冯敏对外称 我们之前方向有偏差 一根筋的给所有KOL做流量 做自由品牌 在这之后 如涵的大部分网红 开始致力于为第三方品牌主带货 包括后来签架的极具人际 但遭到封杀的前抖音 知名博主温婉 即便之前在抖音 积攒了大量粉丝 但如涵依然没有为其打造自营店铺 但如涵也表示 未来会坚持自营电商和品牌服务两条腿 走路的经营方式 而此前张大义 曾在微博中表示将要进行直播带货 如果为第三方服装品牌带货 将会和自己的店铺业务产生冲突 而张大义作为穿搭女王 如果不接相关商单 变现规模将缩减很大一部分 MCN面临的大坑 不管如涵 采取什么方式经营 都足以证明网红 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据艾瑞发布的 2020中国红人 新经济商业模式及趋势研究报告也显示 2019年的粉丝经济关联产业规模超过了3、5万亿元 增长率是24、300分号 预计2023年将超过6万亿